好,我们就一讲讲AdSense和YouTube的关联 首先我们讲一下AdSense和YouTube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YouTube的广告收入和AdSense不同步 对吧 谷歌在还没有购买YouTube之前 AdSense已经存在了 AdSense是给那些站长付钱用的 它就是谷歌的支付系统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见 谷歌的广告要显示在各个站点上面 到月底就给各个站长付钱 就是用AdSense付的 后来谷歌购买了YouTube YouTube也是可以通过广告赚钱 那么谷歌也要支付广告费给你 所以谷歌就用AdSense来支付 谷歌把YouTube频道和谷歌AdSense的支付系统关联起来 经常有人问呢 就是说我在YouTube里面每天都能看见赚了多少钱 为什么这个钱没办法和AdSense同步起来呢 这个是这样的 YouTube每天显示的钱是估算的钱 就估算你的广告费是多少 对吧 这个钱要通过AdSense的审计才能支付给你 基本上是这个月的结束审计的数字才会进入到AdSense的支付账号中 下个月的21号的27号才能支付给你 钱是如何到你的账户上的呢 一般通过几种形式 一个是银行转账 第二个是西联汇款 第三个是支票 谷歌理论上呢 只支持一个账号绑定一个AdSense 也就是说谷歌对于一个自然人只支持你有一个YouTube账号 多账号在谷歌官方是不受支持的 那么这里的话呢 我们基本讲了这个AdSense和YouTube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那么他们之间是如何关联的呢 我们下面也是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我们打开YouTube 然后打开自己的频道 频道里面有一个YouTube Studio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Studio 我们打开这个YouTube Studio 这里有个设置的功能 然后我们打开设置就会出现这样一个对话框 这个对话框的话呢 我们选择什么呢 我们选择这个频道 频道里面有个高级的功能 这里有个关联账号 关联账号 然后打开关联账号以后 它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界面 这样一个界面 我这里用了一个新的账号 给大家演示 就是说它首先它会有一个 如果说你现在想取得那个谷歌AdSense的收益的话呢 它还是有条件的 不像以前了 条件是什么呢 条件是说 这个你要启动获利功能 要通过审核 你的频道的话呢 在过去12个月内累积的观看时长必须要达到4000个小时 并且拥有至少1000名订阅者 这个是谷歌为了提高你的这个涨号质量 就是这个分账的质量 然后提出的这个要求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先不管它 我们看下面就是说 如果说你已经达到了以上的这个要求 那么我们下面有这个四步 第一个是你接受谷歌的合作条款计划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个是 以申请AdSense账号 然后你呢 通过这边的话呢 到谷歌 到AdSense里面 把这个账号关联过来 关联过来 这个就是AdSense账号的跟YouTube关联 这个是因为我启用了一个新的账号 给大家演示 所以上面这个数字都是0 然后的话我们下面呢 设置获利偏好 获利偏好的话呢 就是说你看你喜欢什么类型 的广告 说白了就是说你的频道内容跟哪些广告比较契合嘛 这里我们点进去开始 然后这里有那个广告的类型啊 有这个重叠式广告对吧 是这样的 卡片是广告 视频广告对吧 然后你保存 然后这里就是要审核了 接受审核嘛 对吧 最低的一个要求什么之类的啊 你要符合他的一个条件 就是12个小时12个月内积累啊 观看4000个小时并拥有1000名订阅者 接受审核 基本上如果说你达到这个要求通过审核以后 那么你这个YouTube的账号就能跟AdSense的账号连在一起了 这节就主要讲AdSense和YouTube的关联啊 这节课就讲到这里